對的打勾 來 第一個對 第一個打圈 錯的打殺 第一個對不對 對 對嗎 YES 第二個咧 錯 有這一招喔 錯 是留著 後面兩個去成 大絕招 不可能嘛 大絕招 大絕招咧 對 再來 對嗎 這個是 什麼率 分配率 下一個咧 錯錯錯 加上 對 後面就沒有成 牽插牽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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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六號 在不在 七號 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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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回答我大語的名小語 來這個 小語 乘以小語的小語 再來 乘以大語的 大語 繼續回答 大語 大語 再來 乘以 乘以小語 大語的 乘以這個大語的 大語 不這麼簡單 就 有時候會被騙你一下 他乘以他 有人會寫等於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三個都寫一樣 他就會寫等於 這每年都會有這種 我不知道這等於在哪裡 等你們搞通了 再來告訴我為什麼 這個會等於 他就寫三個一樣 他就寫等於 他就忍不住想寫等於 可是那有等於 成語比一大就大 自己在想想 他可能去的 但是那是一 你怎麼覺得那是一 我們知道 那是一 一就是天才 來這個 天才 暴力打開 第二個咧 這個可以約分 五分之二 等於七分之十五 這裡可以約分 五跟十五可以約 那就七分之六 後面的這個 這個有約沒約到還好 這個 只是說到最後 你約分比較容易 不然這一題 你在這裡有沒有約 沒關係 可是你字不要太醜 常常你自己寫完 不知道這個字是什麼 就忘了 就變成約完之後 這可能就寫 看起來像一二 再變成十三 二十二 又三分之二 這個可以約 五一五 五二十 四十九 乘以二 九十八 這個約的就很漂亮 再來這個 四分之二十一 乘以二十一分之七 二十一跟七可不可以約 為什麼不行 都是分子不能約 或是都是分子也不能約 要樓上樓下才能約 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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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這個數字比較沒那麼漂亮 四二八 二十一分 二十一整以七 一四七 那等於十八又八分之三 能約分嗎 九 再來 除的 除以七 九號 除以七等於乘以多少 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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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你說為什麼老師 一直在講這個 一直在講這個 讓你熟練 其實就是讓你熟練 以後如果你遇到這一題 三又二分之一 除的變成成的 後面變多少 你們才知道 李柏妮說 倒數 對啊 就把它顛倒過來啊 很好啊 所以分數的處法 我們也交完了 就這樣 就顛倒過來啊 分數的處法 除的變成的 後面變成倒數啊 他說老師以前有學過啊 有啊 這裡就學過了 除以七嘛 除以七就乘以七分之一啊 repeat 到後來你習慣了 這就是分數的處法 就這樣而已啊 那時候老師就會教你 為什麼會長成這個樣子 老師就會 把那個公式 演練一次給你看 現在先不用 知道結果就好 除的 除以七就是等於乘以七分之一 現在只會消到這個 可是以後如果問你 除以二分之三 他就成了三十二 要顛倒過來 這什麼叫做倒數嗎 再來 六明治 六明治 幹嘛料 這六明治 來 來 來 花圃需要這麼多的肥料 學校中庭這麼大 需要幾個 這個意思是什麼 他們兩個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說 我有這麼大的一塊的花圃 花圃 那我 我一平方公尺的花圃 需要一平方公尺的花圃需要一要五分之一 那我學校中庭是二要五分之一 二要五分之一 那是他的幾倍嗎 對嗎 一份要這樣子嗎 我看我這裡需要幾 是可以分成幾份嗎 大概就兩份多嘛 嗯 哦 所以 所以你題目要看短的 看起來很簡單 到底要加還是要剪成還是出五 哦 這個是多少 你有 你有二又五分之一 那一份 那一份 一平方公尺需要一又五分之一公斤嘛 乘起來啊 五分之十一 乘以五分之六 五五 二十五 六 乘以十一 六十六 又等於 二又二十五分之十 十六 不然你寫的書字啊 這字有點醜 二又二十五分之十六 二又二十五分之十六 好再來一包糖是這麼多 媽媽用掉五分之二包 有沒有到一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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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乘以五分之一啊 用掉 哎 這題目有兩種哦 來哦 來哦 可以全部 我看看同學們 有沒有搞懂啊 用錯了 那是怎樣 那是怎樣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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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用掉了五分之二包 媽媽用的五分之二包 老師問你一個很難的問題 那剩下多少 來,9號,10號 10號 10號 11號 多少 我說13 這很難 太難 太難 欸,同學 我跟你講這個就會這樣好 好難喔 這個是問題用掉 那用掉是乘以五分之二 可能有時候很快 那剩下多少 剩下多少 剩下多少 那你就要乘以多少 五分之三 你不要永遠 老師,可是這個題目之後 告訴我五分之二 那五分之三這個數字 1.5 5分中的兩顆查票 那這個就是你要自己去找出 隱含在對啦 要去推論啦 用掉,那當然就是剩下 有沒有人不會 沒有 可以啦 以你們的智慧應該是會理解的 好不好 秉立現在不是在寫八個部的時候 時間錯誤了 1又16分之9 乘以五分之二 應該是問你用掉 有些題目很壞喔 那問你剩下喔 剩下多少 五分之三喔 所以要舉一短三喔 這等於 16分之多少 25乘以五分之二 哇這個題目 真好心 都可以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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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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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上啦,好不好? 可是到時候如果交到分數的處法,你就死定了 所以還是最好還是要判斷題目啦 你不能說 這個單元是不是在學這個 7分之18 乘以3分之4 哇 有沒有 有啦有啦 1跟6 313,36,18 沒有啦,7分之多少 24 24 7分之3 7分之3 3分之2平分給6個人 3分之2平 除以6個人 除以6 來13號 除以6等乘以多少 6分之1 不錯喔 6分之3 18 212 算完了,好開心 還可以約啦 約哪裡 這裡可以約 沒關係,這個小小的 回頭再來約 如果要有數字的,大家一定要先看 原則上都可以約 等於9分之1 1 所以 1 來 2 又 25分之6 再來 8分之5 3又7分之3 9分之1 來,自己對一下 是否正確 不錯了 要把他定裝上去 好,OK 1 1 1 4 2 1 1 2 4 2